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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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掌翼的身后呢是一条色彩斑斓的鱼尾 而这代表着是掌翼的娇人身份 在掌翼周围环绕的是海浪 这是娇人生活的环境 还有它与巨银河 浪漫出道的北渊雪山 以及人间的居所也藏在海豹中 最让人惊艳呢 莫过于海豹中对于细节的处理 放大之后呢能够清晰的看到 掌翼的眼角有珍珠一般的泪痕 这是因为娇人在流泪时会有珍珠 第三位 林浩青 在林浩青的海豹中呢 同样细节版版 比如与巨银河一起恋阵的花海 便隐藏在万花谷中 而在他身边围绕的便是他的护法令牌 以及他搞事业的密谋基地 不仔细看很难看出具体的形态 但即便模糊 也依然能够感受到海豹制作的用心 第四位 顺德仙迹 顺德仙迹呢 作为这部剧中的一代反派人物 他的地位啊 身份相当的尊贵 因此呢 他在海豹中以红色和金色为主 且这些装饰品呢 十分的繁复华丽 在他周围环绕的呢 便是仙世山和绝美的饰品 第五位 雪三月 雪三月作为原著小说中最讨喜的人物之一 他的看点呢 集中在与黎叔的感情线上 雪三月的海豹不同于其他人 以紫灯花为主 在这张海豹中呢 紫灯花占据了较大的篇幅 隐约还能够看到万花谷中雪三月的住处 之所以呢 以紫灯花为主 主要是因为它象征着雪三月和黎叔的爱情 第六位 黎叔 原著中的黎叔呢 将雪三月作为青鱼卵鸟的替代品 但实际上他同样爱着雪三月 在他的海豹中呢 可谓是细节满满 比如他的本体是黑猫 因此呢 在海豹中既有一只小黑猫 还有脖子上的猫咪铃铛 而在背景中 能够清晰地看到鱼的形状 实际上呢 代表的是让雪三月忘不了的鱼汤原料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与雪三月的约会地点紫藤树 以及两人的住所 第七位 现尸 在鲜尸的海豹中呢 则是以黑白两色为主 给人一种异正异邪的即时感 这种整体的色调与人物相结合的设定呢 同时在海豹中还有鲜尸山 与顺德仙姬的元素相匹配 而彩色的饰品则表明了 他是幕后大boss 第八位 林苍蓝 在与君初相识中呢 林苍蓝是一大负面人物 演员海一天的外形 与这一角色有着较高的匹配度 在他的海豹中呢 以优暗深深的蓝色为主 暗藏的细节则是十方阵的阵眼 以及他用来控制别人的寒声 但但是从海豹呢 就能够看出与君初相识 对元素的还原度有多高了 而这些异性的呈现 也完全符合观众的想象 这一次元素粉的春天来了